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联储局和日央行议息会之后的一些看法 大家早晨,今天是2024年8月1日星期四 欢迎大家收看《财亿早餐》的节目 在今晨议息会之后,联储局和市场预期一样 将联邦储备基金的息率从保持在5.25%至5.5%的范围内不变 但在声明里,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 假如通胀继续如预期回落 而经济增长和劳工市场又维持在现今状况差不多的时候 到9月份减息便有机会被提到议程表上 对于记者的问及,如果联储局9月18日减息会否太接近大选 鲍威尔说 联储局在决定是否减息时 只会考虑到通胀是否回到2%的水平 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 而不会考虑到政治形势 另外鲍威尔也被问及 9月份减息半离的可能性 但他表明这个不是现在联储局所想的 而按照利率期放价格变化显示 现在市场估计联储局9月减息25个基点的几率是100% 但如果减息50个基点的几率便不足2成 至于今年减息2次,即合共减息半离的几率也是100% 而减息3次的几率便有8成 受到9月份减息的预期大幅上升 美国的债息我们看到是全线下滑 据指标性的美国十年债的知识率 今朝的亚洲市场就是报4.0641%的水平 而美股和一众主要的商品 例如原油、铜、金、银等等 这些价格也显着见到上阳 今朝的亚洲市场报2446美元 转体美元汇价 美元虽然跌,但跌幅上算轻微 跌幅最主要是相对于 息率变化敏感的日元和商品货币等等 另外不能不提及 就是昨天日本央行议息会 日本央行在昨天的议息会 将短期利率从0%至0.1% 这个范围直接推上去到0.25%的水平 加幅可以说是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另外也宣布每季削买债规模4千亿日元 目标是要到2026年的第一季 将现在每月6万亿日元的买债规模减半 从日本央行这次行动 可以反映出日本央行对捍卫日元汇价的决心 而加息和削买债之后 相信亦可以大大增强日元本身的吸引力 如果联储局又能够尽快在9月份减息 相信日元就更加能够提高一线 不过对于日元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白的 由于它的经济结构已经有所改变 它的贸易已经连续两年多 大致上都处在赤字的情况 加上预期美国的通胀也不可能跌得太低 容许联储局可以不断去减息 所以技术上来说 相信日元较大的上升阻力 可能会在146到1美元的水平 即是今年初的一个高位的位置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好了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